如果谷爱玲规划到国足 李铁会用手发吗 东路会炮轰吗 如果谷爱玲是个男孩 学了足球 规划到国足怎么办 会不会有非常优秀的成绩 不会 一定不会 首先会被证明为 没有体能 没有防守 最多能给你整个替补 半小时15分钟以内的 然后呢 国内球员不配合传球 就是谷爱玲有天大的本事 也发挥不出来 紧接着由外界拉面天王进行评论 进行舆论上的攻击 我先拿个道具 就这 埃克森 阿兰 谷爱玲 这样的手发 就这种人 怎么说呢 也可能是好人 但真的是 球忙 真的是球忙 不管从任何角度来讲 都是球忙 不信 等哪天李铁先任了 你问问李铁 我和一个中朝级的本土教练聊过 他说李铁最大的错误 就是谷爱玲 就不应该带 但凡对中朝了解的人 都知道 谷爱玲 就不应该带 学得像吗 看着凑个看吧 不太像 就这个意思 有的朋友不信了 拉比天王不是那样人 他绝对是那样人 不信你看看他的所有视频 关于读号会的 关于国外领事后 多金牌的 他有一过发言吗 他有过鼓励吗 他有过鼓掌吗 他对规划是抵制的 无论是什么鬼话 只要能涉及到他 足球小将未来 他都会抵制 他就是这样的著名双标人 无锡躲球 被骂得狗血喷头 然后呢 他出来 花时间呢 几天时间呢 不停的反复给无锡洗牌 无锡这个事情 错了就是错了 错了改正短事 你替他洗牌干什么 同样一件事情 洛国富 飞身去挡球 然后 拉面天王怎么说的 因为他体能不行 不乏不跟不上了 他必须用这种方式来防守 我呸 人家洛国富 冒着受伤的危险 去封挡一个传宗球 然后你继续这么遭见人家 你这也太双标了吧 你这也太 不要脸了吧 你当群众的眼睛都是瞎吗 有时候说说呀 我都牙齿很痒痒 其实你还不如 直接说 我就不喜欢规划 他们球技很好 但是呢 我就不喜欢 我就不喜欢规划 你直接挑明了 这样更好 你说 巴西球员 好会好 但是 他规划的中国 我不喜欢规划 他们技术我认可 但他规划 我反对 这样 你骑之先明的 我敬你调是汉子 但是你一种 明明人技术很好 体能也不差 你真是一个 怎么说呢 中国足球啊 有你这样的评论员 真是悲哀 太悲哀了 好了 那么问题来了 你们认为 谷二林如果到国足 会不会被国足抵制 会不会被拉面炮空 然后呢 拉面 天王 是不是一个双标人 请在评论区留言 谢谢